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裏是台山台城的橫北大道 我今天過來這裏看看是一個石花花條新村 對面是鶴公路 橫北大道是台城的東西主幹路 現在看到這條馬路是車水馬龍 這裏是石花花橋新村 我們過來看看 我們走路過去 在村口已經有一個士多 大家看到這裏是華僑新村 這邊 我現在一直向前走 前面就是台山的自來水公司 看到這裏都是低層的建築 一二三三層 自來水公司 台山市農園水母集團 這裏是石花山的水庫 我們看到這些建築都是石米外牆 我相信是上世紀80年代的建築 這些樓層都比較矮 我現在看到的都是只有三層 全部都裝上一層 一二三層全部裝上防毒網 前面有兩隻狗正在打架 我們看到這裏 這裏有一個停車場 我們來看看兩隻小狗 其實牠在打架還是在調情 想交配還是怎樣 在這裏 似乎 狗公子好像 那隻是不是狗公 那隻是否。 是不是想交配 那這裡新 shifts 这边的楼层稍微高一点 1,2,3,4,5,6,6层 在这里就6层 走人 这些都是一些很旧式的楼屋 电标几新 楼下停满了私家车 今天这边的楼层稍微高一点 有些部分是枝皮石外产 这里是1831号 前面这边应该是上坑村的地界 没错,这里是上坑村的地界 我看在哪里穿进去 在这里穿吧 这幢楼是重新铺那些石砖还是新楼呢 我相信应该是重新铺那些石砖下去 来吧 31号 这边是125号 我们先走一走过来这边 先等会再穿过来 這裏是125號 我們走過來這邊 這裏全都是低層 711號 這裏都是很早期的低層 1,2,3,3層 剛才125號是明顯後期的 6,7層的高 這裏應該是換過不鏽鋼的防盜網 我猜 剛才的阿叔用一些很怪異的眼神看過我 當然,因為看到我三面口 又看到我在拍攝 眼光不太友善 我又不是很害怕 我又行得正 這裏應該是早期住宅 OK 這裏 還行 其實這些低層建築在上小的年代 應該是相當高尚住宅 但現在這個年代沒可能建築兩三層這麼高 有些鐵的防盜網 日零一號 這裏剛才我走過 這裏剛才走過 這裏剛才走過 這邊是石米外牆,枝皮石是羊枱 我現在走到這裏的 找路口再進去拍拍,滑入新村,其他樓宇 這邊應該是屬於石花山那邊 好,我先在這裏轉進去 這裏轉進去 旁邊應該是橫不大道 我們剛才在這裏過去,我們走到這裏出來 這邊是三層的建築 全部都是石米外牆 稍後我會回到橫北大道 因為橫北大道那裏 一邊都是水華橋新村的地界 那邊的樓是由於靠近馬路邊 重新去粉刷過的 我現在走回剛才進來的村口 然後再拍拍 即是 華橋新村在馬路邊那裏 那些情景 剛才這個樓梯就是我剛才進來的地方 就是這裏 對面就是學功路 我們在這裏走過去 我們在這裏走過去 然後再在那裏繞出去 在馬路邊那裏的華橋新村 前面就是台山民旅 前面就是台山民旅 我右手邊這邊 那邊那邊的樓梯就是 橫北大道 這個樓梯就是華橋新村27號 這裏是華橋新村27號 門口前面那裏有個 空地可以做花影仔 在那裏 在那個年代 這些設計應該是相當之新鮮 這裏就是 早餐檔 早餐檔那裏 靠近那些馬路的 就是靠近那些 靠近那些 靠近那些 橫北大道 就是橫北大道邊 我現在看看 對呀 沙漠 沙漠 好,我們現在出到橫北大道 右手邊這裏就是 都是最環球新村 環球新村當然是橫北大道那些 什麼來的? 現在看到對面就是 台山影棋園 這裏就是 橫北大道 右手邊這裏一辣的屋 靠橫北大道 都是水華新村的 我現在拍攝這邊 給大家去看看 這裏有間 咖啡店 這邊是橫北大道 14號 14號 13號 都是一些三層的 我們叫做低密度住宅 低密度住宅 你看看對面的路 那裏已經是五層 對面的一樓已經是五層 新村的話這邊只有三層 在那個年代來說 應該是屬於別水 高尚住宅 這裏也有一間 咖啡店 看看 看看 右手邊有一間市道 叫做新村8號 7號 大家看一下那個 招牌 這裡有一間早餐 店 買一隻馬路邊 好 前面的話 就會回到石花華橋新村的 石花華橋新村的村口 我今天的拍攝就大概到這裏 好多謝大家的收看 關注一下我這個頻道 給你支持我 點一下讚 分享我的視頻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期再見 在這裏 新村2號 新村1號 好 今天就到這裏 拜拜